哈囉 是我 你們最愛的籃球公道柏基恩 今天要來跟各位討論的這篇文章呢 是2021選秀的模板預測 讓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 專家們對這10位最具潛力的球員預測 在開始之前先跟各位講解一下 就說他這個順位是按照當初的潛力預測 而不是後面的順位排名 所以不一定是前10順位的球員 就一定會出現在這份名單裡 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進入今天的主題 首先要來看的是排名第10的Alperns & Goom 那這邊CBS給出的天花板是Demarcus Cousins Flor則是Willie Hernan Gomez 中間值也就是這個Sweet Spot 他給的是Jones Valanciunas 那這邊很有趣的一點是 這個專業寫手他也有提到 決定Alperns & Goom天花板的會是 他能否練出傳球視野 以及三分投射的能力 那我們都知道 目前Alperns & Goom是還沒有練出三分球啦 但是他的傳球視野 是已經直接被拿來跟Yokic做對比的喔 那我個人的看法是 與其拿他與Yokic做對比 我更傾向把他形容成有進攻企圖星 以及中距離投射的Sabonis 那回到這個CBS當初的預測 考量到他在籃下的打法也是有點粗暴 我認為這個天花板的預測算是蠻準確的 差別在於Alperns & Goom未來能不能保持健康 因為我們都知道Demarcus Cousins 他後來因為傷勢的問題 導致他無法繼續他在聯盟的生涯 我自己認為Alperns & Goom已經超越了Jones Valanciunas 在NBA的能力 只要他能保持健康 未來要超越Demarcus Cousins 那也不是問題 所以Alperns & Goom應該算是符合 當初大家對他期待的一位球員 再來是排名第九的Josh Gidde 這邊他給出的天花板是Reggie Theus 地板是Evan Turner 中間值則是Lamella Ball 看到這裡大家一定會有個疑問 就是Reggie Theus是誰嗎 Lamella Ball怎麼可能沒有他搶 首先Reggie Theus是一個 兩度入選全明星的後衛 所以能力值絕對是夠的 但是考量到這篇文章是 2021年寫出來的 當時的Lamella Ball 確實沒有Reggie Theus強 如果是以2024年來看的話 Lamella Ball應該可以跟Reggie Theus對調 但不管 我們回到Josh Gidde這位球員 我認為他是比較接近他當初的這個地板 也就是Evan Turner的部分 我們都知道他的外線投射是非常慘的 這也導致他屢私在第四節 被教練冰在板凳上 那近期對上快艇的比賽 尤其慘烈 他上半場就因為快艇針對性的防守策略 因為他們是用Zubach 去對位這個沒有外線投射的Josh Gidde 導致教練在下半場開場前 直接把他按在板凳上 用Isaiah Joe取代他的先發位置 所以外線投射對於Josh Gidde來說 真的是一個硬傷啊 如果他始終不能練出外線的話 那我認為他是真的跟Evan Turner蠻像的 就是一樣有籃板有助攻 可以從1號位達到3號位的一位球員 好 再來是排名第八的Moses Moody 這邊CBS給出的天花板是Chris Middleton 地板是Reggie Bullock 中間值的部分則是我家大橋 那這邊CBS我就必須說啦 太不專業了 怎麼排我家大橋應該都是天花板的位置 那撇開這個問題不說啦 目前Moses Moody應該也是比較接近他的地板 也就是Reggie Bullock這位球員 無法取得穩定的上場時間 一直都是Moses Moody無法發揮他潛力的最大問題嘛 那如果你問我看不看好 未來Moses Moody在勇士的發展性 我個人還是非常不看好的 先不說他前面卡著一個視野 今年的新秀Brandon Brzezinski也已經打出來了 更重要的是勇士即將進入這個附加賽的激烈卡位 因此我認為科學家的調度也會越來越保守 除非卡在他前面的球員有重大傷勢 否則的話 我認為Moses Moody是很難在勇士拿到穩定的上場時間 想要跳脫出他這個地板的評價 他勢必是要離開勇士的 那這是我的看法 好接下來是排名第七的James Boatnight 這邊CBS給出的天花板是Jamael Murray 地板是Malik Monk 中間值的球員是Terence Ross 我想這位球員應該沒什麼好聊的吧 畢竟他前幾天才被黃鋒給裁掉 我個人認為他是比較接近Kai Jones 我想這位球員應該沒什麼好聊的吧 以他目前場上跟場下的表現來看的話 他能不能再回到聯盟都是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所以就是一個蠻可惜的球員 再來是排名第六的Jonathan Kamingas 這邊CBS給出的天花板是Demar DeRozan Floor是Jeff Green 中間值的球員是Rudy Gay 我先跟剛剛我質疑CBS的專業度道個歉 不得不說 針對Jonathan Kamingas的預測 CBS真的是準啊 早在三年前 CBS就已經預測到 Jonathan Kamingas的中距離會高達五成 直接拿他跟我們的中距離教科書DDR來做對比 哇真的是太專業了各位 You can't really do that 回到DDR的這個comparison 這邊CBS有說Kaminga可以往DDR這個playmaking的道路去邁進嘛 畢竟他的三分投射能不能練出來確實是一個問號 那如果是以這個playmaker來評價Kaminga的話 我認為他目前還沒有達到DDR的這個playmaking ability He can make plays for himself But can he really make plays for his teammates? And not yet 個人認為他目前的表現是比較貼近他這個中間值的預測 也就是Rudy Gay 一樣嘛 體能勁爆 然後他的第一步也是非常的快 再來是排名第五的Scotty Barnes 他的天花板是Dremont Green D版是James Johnson 然後他的中間值是OG Ananubi 不得不說關於Scotty Barnes的部分感覺CBS是完全低估了他當初的潛力 你從他的天花板擺Dremont Green就知道 不是說Dremont Green不是一個好的球員 或者是說他的歷史地位不高 但是Scotty Barnes他的進攻能力應該是屌打Dremont Green的吧 所以我認為啦 Scotty Barnes他目前的trajectory 應該是完全超越了名單上這三位球員 那文章裡也有提到 就是說外線投射對於Scotty Barnes來說會是一個問題 而如今Scotty Barnes也已經練出他的三分投射了嘛 所以這邊必須給Scotty Barnes一個respect 就是他完全超出了這些專業的寫手 當初對他的期待 那再來是潛力值排名第四的Jalen Suggs 那這邊CBS給出的天花板是Gary Payton Floor是Derek White 然後他的中間值是Malcom Brogdon 我不是很懂中間值是Malcom Brogdon的這個原因 因為你看Derek White 不要說他今年的表現啦 因為這個是2021年的文章嘛 那當時的他啦 應該算是一個3D型的後衛吧 遊走在1、2號位 然後防守能力非常突出 有一定的外線能力的一位球員 那Gary Payton就不用說了對不對 手套直到Market Smart拿下DPOY以前 他都是唯一位拿到DPOY的空位 所以很明顯他的天花板跟地板 強調的都是防守 可是他中間值的球員 給的卻是一個完全沒有防守 然後打法偏於技術型 而不是體能進爆型的Malcom Brogdon 那我覺得他這個中間值給的有點怪 那不管我們回到Jalen Suggs的部分 跟Scotty Barnes有點類似的就是說 他進入聯盟的前兩年都是沒有外線投射能力的 那今年他算是終於練出了這個外線投射 三分命中力高達3成9 再加上他又是一個後場大鎖 我自己認為啦 他的天花板應該會是健康的Alex Caruso 這不是貶低他的意思 而是我認為他的打法比較貼近一個優質的3D後衛 而不是像Gary Payton那樣子 有進攻有防守的空位 你要說有點類似Derek White嗎 可是Derek White今年的進攻 好像又比Jalen Suggs更全能一點 所以我這邊會說他是一個沒有傷病隱憂的Alex Caruso 不知道各位怎麼看呢 好那再來是當初潛力值排名第三的Jalen Green 那這邊CBS給出的天花板是Clyde Drexler 也就是著名的滑翔機啊 地板的部分是Jordan Clarkson 中間值給的是Zach Levine 不得不說他這個還真的是蠻準的呢 現在的Jalen Green完全就是介於Zach Levine 跟Jordan Clarkson之間吧 他像Jordan Clarkson的地方在於他擅長的是單打獨鬥 然後他長的帥沒有效率的部分 又非常貼近Zach Levine 好那除了CBS所list出來的這3位球員以外 有沒有哪位球員是Jalen Green蠻接近的呢 我認為他目前在場下的打法是最接近Malee Beasley的 那關於這點懂的就懂 我也就不多說了 到時候又要被黃標了 那接著我們就來看當初潛力值排名第二 也是2021選秀探花的Evan Mobley 這邊CBS給出的天花板是Anthony Davis 地板則是身高更高的Larry Nance Jr. 然後他的中間值給的是Ben Adebayo 確實一直以來Evan Mobley都有一個小AD的綽號 但你說目前的他有達到 當初大家對他的這個天花板的期待嗎 我認為是沒有的 那再來是Ben Adebayo的部分 考量到Ben Adebayo今年是全明星等級的球員 我認為Evan Mobley也沒有達到 那至於你說更高的Larry Nance Jr. 這個又有點侮辱Evan Mobley目前的表現 所以真的要問我的話 我可能還是回到這個破產版的AD 不是窮人哦 是破產版的AD Evan Mobley應該算是有捷徑 如果以他新秀賽季在NBA所繳出的表現 對比第三年的Evan Mobley 我認為他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的進步幅度是非常有限的 那這部分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他更適合打5號位 然後5號位卡著一個Jerry Allen的關係 但事實就是第一年的Evan Mobley 跟第三年的Evan Mobley 這個進步幅度幾乎是看不到的 好那最後讓我們來討論一下 當初2021選秀大會上呼聲最高的這位 Kay Cunningham 那這邊CBS給出的天花板是Luka Doncic 地板是Nicholas Batun 然後他的中間值是Early Grand Hill 欸各位要知道Early Grand Hill 那可不是開玩笑的 想當年在底特律受大傷前的Grand Hill 那可是Jordan接班人的等級 所以如果這個是他的中間值的話 你就知道當初大家對他的評價是有多高的 那關於我對Kay Cunningham的評價 大家可以去參考我的會員影片 千錯萬錯都不是我家少主的錯 我是從沒看過一位球員 可以在團隊表現這麼差的情況下 還有這麼多人出來替他護航的啦 這邊跟各位報告一下 在Kay Cunningham今年有出賽的48場比賽裡 活塞的戰績是5勝43負 勝率是10% 而在他缺席的10場比賽裡 活塞的戰績是4勝6負 勝率是4成 那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啊 就如果說一個球員他真的這麼強的話 你怎麼去解釋一支球隊在他缺席的比賽裡 勝率是直接翻4倍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Kay Cunningham on and off的數據 當他在球場上的時候 球隊的plus minus是負6.4 而當他不在場上時 球隊的plus minus就瞬間掉到負3.4 換句話說同樣都是輸球 沒有Kay Cunningham在場上的活塞 輸的其實是比較少的 那當然我知道 這個時候又有很多人要跳出來護航啦 畢竟千錯萬錯都是教練跟隊友的鍋嘛 有沒有可能是他的隊友打得太爛 導致他的on and off 看起來非常爛 那這邊跟各位報告一下 今年活塞隊 除了Kay Cunningham以外 上場時間最多的4位球員 分別是 Izia Stewart Jalen Doran Jayden Ivy 以及 Asor Thompson 那數據我就擺在這邊啦 你們自己看 很明顯 Kay Cunningham的on and off 是這5位球員裡最糟糕的一位 所以到底是隊友在拖累他 還是他在拖累隊友咧 我不知道 畢竟我們是專業的寫手 等一下 抽遠了 抽遠了 讓我們回到這個球員模板的比較 他的天花板是Luka Doncic 那這個是Hell No 再來是中間值的部分 Early Grand Hill No 最後是Nikolas Platoon Early Grand Hill 我不太確定 因為 畢竟Nikolas Platoon的on and off 應該沒有Kay Cunningham這麼糟糕吧 所以我不太確定 他比較接近哪位球員 這部分 我就開放留言區 給大家做討論 好 那今天的影片 就到此告一段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